这时候让我们翻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至第五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五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些 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愿神赐福 听他话语 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这时候 我请汤慕斯 前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院 所以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今天早上很高兴 我们有彭和祥牧师 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而且来用上帝的道 来帮助我们 来勉励我们 彭和祥牧师 是中山教区的教区长 也是白美牧区的主理牧师 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到 然后下午两点 会主持巴胜堂的牧区议会 我跟彭牧师 在年会常常被人家叫错名字 因为我叫汤彭祥 他叫彭和祥 所以谁搞错 你们应该不会认错牧师 好 我们就请彭牧师 来宣讲上帝的道 彭牧师 师母 各位主理的讲师们 主内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贵堂 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一起的服侍他 白神堂 我过去 我们还在一起在小兰儿教区的时候 每年我们都要来两次 在下面开会 但是来到你们圣殿 倒是我第一次来参加你们崇拜 非常感恩 特别要谢谢汤彭祥特别的安排 本来我只是下午来开会 但是他说一个package 一起来 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同心服事神 就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五节 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 当然我不会进入很深入的诗经 而且也是圣经 但是我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尝试和大家分享四点 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的来服事上帝 我谢谢主席刚才为我们念了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就不再念 当我们谈到同心 教会要同心 弟兄姐妹们要同心服事神的时候 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想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了 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 我用的是新一本圣经 所以读起来有些词会可能不一样 但是意思都一样 这里卓者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凭着神的人识劝你们 要把身体献上 当作圣洁 而蒙神悦纳的活祭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那第一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时候 我们要看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 谈些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 保罗在十二章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必须回到之前 特别是第十一章 因为保罗的开始 用了一个连接词 conjunction 就是所以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一个句子 用所以做开始的时候 它肯定是跟上文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 它大概在第十一章里面 谈到神的恩典 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这个恩典 但是以色列人却偏偏的拒绝了 耶稣基督和弥赛亚 拒绝了神的恩典 那么神也把这个恩典 把这个救恩呢 让这个外族人 外邦人来分享 所以也拯救了 因此 外邦人也得到这个救恩 那罗马人也属于算外邦人了 所以他们也因此 领受到上帝给他们的救恩 为他们预备了救恩 因此就彰显了 神那丰富的和智慧 还有那知识呢 最重要的就凸显了 神对救恩的主成 神有这个主成 我要给以色列人 我就给以色列人 我现在决定要给外邦人 我也给外邦人 所以呢 到最后一节 十一章的最后一节 这个卓者保罗就说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用荣耀归于他 是到永远 阿们 所以然后在十二章就接着说 他送赞了神之后 就接着说呢 因此所以 受奉 你们必须受奉神 这是理所当然的受奉 所以第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们 侍奉上帝 是理所当然的 侍奉上帝 不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你不可以 你没有这个选择性 要不要 需要不需要 肯不肯 侍奉上帝 如果我们要整间教会 福星起来 如果我们要谈教会 同心福师的话 第一件事情 每一位信徒 男女老少 我们都要把 侍奉上帝 当作是 必要做的事情 没有的选择的事情 我们要 自动的 我们要 怎么讲 我们要真诚的 我们要志愿的 而不就被逼驳了 来侍奉上帝 许多时候我们 不愿意 侍奉上帝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侍奉上帝 我们要付出代价 一定要付出代价 一定要做出一些的牺牲 一定会面对一些的困难 至少我啦 我不相信 我不懂别的牧师 我相信 如果我们要侍奉的话 我们准备好牺牲 耶稣要我们被死 是这样 耶稣不是 买了机票 然后说你去侍奉 你去欧洲玩 没有这回事 要准备好 面对许多的困难 挑战 付出代价 所以很多人 不敢 侍奉上帝 也不愿意侍奉上帝 因为我们不愿意 付出代价 如许我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小见证 我是很迟才出来 侍奉上帝 差不多45岁的 我才出来就传道人 在这之前 我的人生 面对很多很大的挑战 上帝赐给我的长女 是因为 蒙古 换上蒙古镇的 就是今天所谓的 唐士儿 那么 我的原配 我第一任太太 在39岁 患上了这个大肠癌 妈妈 在2000年 圣诞节的第二天 就是26号 离开我们 我的这位长女 十个月后 也离开我们 在14年的当中 照顾两个病人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简直要放弃了人生 我以为这个事情 过了雨过天晴 上帝也赐给我 新的一个伴侣 以为可以享受人生 到了2004年 我在一间公司 服务修了17年 老板叫我来说 Mr.Punk 我们不想做这个生意了 那你把这个生意拿去做吗 他叫我拿去做 当然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叫我拿去做 我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我帮人家打工可以 但是我不会做生意 不用紧了 可以的啦 我也没有本钱 不用紧了啦 我货箱里面还有很多货 你拿去卖 卖的慢慢还给我 老板这样讲 后来几个同事 也一直鼓励我 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生意 那是2004年 2004年4月 我注册公司 2004年5月 开始我的生意 2004年的 华人联议会 开完之后 我跟教区长 刚刚好在美加坛的 营会里面 一起担任讲员 所以他吃完早餐 就叫我出来散步 然后告诉我 他说和响 要不要去摆美步道索 就传道人 我说你周末去啦 周末去 生意照做 我说你给我一个礼拜 时间我祷告 一个礼拜 一个晚上 一个梦里面 上帝给我一个 确定的趣 2004年 这个10月 大概当年的 联议会在10月还是11月 我忘了 就是在2005年 我就要做传道人 那时候生意还没有做 半年的时间 我就要去做 监制的传道人 一做就是14年 监制的 然后14年后 真的没有办法了 不做生意的 全制的就传道人 那我不当心吗 我还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的一个男 我的生活我不必当心吗 但是这是上帝的呼召 我告诉我自己 是上帝呼召我 他要负责任 今天我两个女儿 大学毕业了 我小儿 今天 今天要送她去大学 报到 要上大学 所以我 经历了 上帝呼召我们 我们要侍奉上帝 不怕 不用怕牺牲 因为神都有 他的办法来祝福我们 可能不是在财富上 可能不是在这个物质上 祝福我们 有一次我载着我的孩子 他坐在我的这个 这个旁边 有一辆很名贵的车 越过我 孩子跟我说 爸爸 如果你当时没有出来 坐传道人的话 我肯定你买得起 这一辆车 跟他笑笑一下 我说可能买得起 但是我的生命可能 没有像今天这么幸福 我非常感谢神 我虽然不是很有钱的 传道人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幸福 非常快乐的传道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用怕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侍奉上帝 既然是每一个人 都要侍奉上帝 我们出来侍奉上帝 上帝必定有他的办法 祝福我们 可能不是金钱 可能不是物质 但是他有他的办法 回报我们 所以保罗说 我向着目标 接力追求 为的是得着神 在基督里 召我往上去的奖赏 保罗他往天上去看 以后 他这一生的付出 以后会得到奖赏 但不止这一生的祝福 我刚才刚刚好分享了 我的经验 我在今生已经领受了 上帝那种给我的幸福 给我那种的福气 所以第一件事情 大家都要服侍上帝 第二件事情 保罗说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导要借助心意的更新 而改变过来 使你们可以查验出 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是查验出 什么是美好的 蒙他悦纳和 完全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们 我们如果教会 要同心侍奉上帝的话 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习做了 我们有建议马上改 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 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 寻求上帝对某一些事情 特别是对你要 参与侍奉的事情 事工上 寻求祂的心意 我们城市里的 教会的基督徒 城市边缘教会的基督徒 都是很有经验 很有知识 很有才干的基督徒 那许多时候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经验 用我们的知识 用我们的才干 来服侍上帝 我们认为 我有这个知识 所以事情应该是这样 但上帝有时候不是这样 我们要服侍上帝 你要得到祝福 你必须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谦卑寻求上帝旨意 而不是为了追求我们个人 那种满足 容许我讲一些题外话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受这一位人 他的名字叫Adam Smith 读经济学的人 大概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在1776年出版了一本的书 叫The Wealth of Nation 中文翻译为国父 这本书影响生人 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私 为了自利 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而去干活 拼命地做 都是为了自己好 所以在这种大家都为自己好的背后 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s 在操纵着 然后能够产生 这个对公众的一种的利益 这一句话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无形中 他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无所谓的 我们不必为家庭 不必为社会 不必为教会 只要 我把我自己要做的做好 满足我自己的意识 满足我自己的心意 然后那看不见的手 会自然地 制造一种好处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这个意思 在这之前 他写了另外一本书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里面 他讲到慈悲 他讲到怜悯 他讲到爱 但是因为他后来那本书影响太大 所以到今天 整个经济的基础 特别是资本主义 是建立在他的思想上 资本主义 我为的就是我的利益 就是建立在这个思想上 所以他影响了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里面 我们服侍的时候 都受他的思想 这是1776年 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两三百年的事情 在这之前 欧洲的思想不是这样 他是Scottish 他们的思想不是这样 基本上 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 就是这一代的庄家之前 他们的思想是非常 是建立在圣经的价值观 这一本书 这一个人 他影响了整个欧洲 经济的价值观开始改变 另外一个人 也深深地影响今天 我们谈领袖 领导层和管理的事情 我想这个人很多人听过 全部读business management的人 都用他读过他的书 Peter Drekker 我家里有他整套的书 几十本 他强调了 effectiveness 效率 他强调了 productivity 生产率 所以今天 我们最 你在商场上打工 最重要的是什么 老板跟你讲效率 老板跟你讲 这个叫什么 生产力 从 meritocracy 就是从这里来了 你做得好 我涨赏 你做不好 给我滚 这种的价值观 逃进了欧洲的教会 当然欧洲的教会 把这个价值观 输给我们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 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 也往往 以效率 以生产率 为推动力 我没有讲这些东西是错了 我只是点出来 我们为什么 今天 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 我们模仿了世界的 这个model 这个模式 就如保罗说的 保罗在2000年前 已经警告了我们 文艺复兴之后 圣经里面的价值观 慢慢地被这新一代的 管理学也好 经济学家也好 慢慢地取代 我讲这一些 我不是鼓励大家 今天马上改到完 大环境是这样 大环境是这样 我们不可能一间教会 或者一个人去改 但是就不等于说 我们不要回来 寻求上帝 给我们新的指示 上帝 常常都会给我们一些机会 让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我们做出一些 非常符合她心意的事情 但容许我举一个例子 少了一张 OK 不用紧 我就讲故事给大家听 我有一个姐妹 我刚刚到白美不久 有一个姐妹 她每年都跟划船 到柬埔寨做短讯 大概需要两年来找 后来来找我 她说我 那时候我还是传道 传道啊 我想去柬埔寨 做宣教师 你 可以说服教会 拆签我去吗 我看着她 开玩笑 她是一个 姐妹来 但是经过祷告 我们相当确定 神要她去 她就去 后来我们教会就这样 拆拜她去 很 怎么讲 很天真的教会 也没有想太多 你愿意去 我求你去 一年后多少钱 我们准备这个钱 求你去 她就去了 去了第二年 我自己也去 我带了几个人 到金边去拜访她 当天晚上分享的时候 她哭得不得了 很难适应 我很想说 买一张机票 跟我们回去 但是没有 不是上帝的主意 上帝主意 要她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她坚持 再过一年 她就决定离开金边 她跟我说 金边宣教的合场 已经太多教会 在那边做了 太多的教会 太多的宣教士 她要到巴赖 巴赖这区 巴赖这区 DUMC在那里 设立了 二十多间的教会 她要去那边 我说好啊 你去 再过了两年 她跟我说 我也到巴赖去 探访她 她说 我想去开墾 我想到一个新的 柬埔寨 还是柬埔寨 一个新的地方 没有基督徒的地方 去开墾 一个小姐 马来西亚 的小姐 她说 她要到柬埔寨 北部 靠近泰国边界 没有基督徒 一个都没有 基督徒的地方 她去 只有一个 信徒 从巴赖 搬到那边去 她说 我要跟她去 去那边开墾 教会也很难就决定 当时到最后 祷告之后 还是决定 让她去 去了之后 不久 她说 刚刚好 有一间 Bungaloo 独立室的洋室 Anyway 柬埔寨都是 独立室了 要卖 她说 教会要不要买 很多程序 因为外国人 不能够买 在柬埔寨 买产业的 你必须用柬埔寨的人民 来注册 考虑的 就是我们大家 考虑祷告后 好了 我们抱着一种的心态 就是我们不是投资 我们不是投资在产业 我们是 不道的开销 这一笔钱花出去 以后收不回这个产业的话 无所谓 2015年 设立了这个 白美 魏里 柬埔寨教育和身教 中心 差不多十年了 她在那边服侍 今天 有百多人 大大小小 在那边 敬拜上帝 也训练出 培育出 十多位的大学生 和神学生 好多位 就得传道人 这个是 以 平常 教会做决定的 那种策略 是不可能 让她去 也不可能 在柬埔寨 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设立了一个中心 让她一个人 在那边 去年又买了 隔壁的一块地 现在要建 这个学生的宿舍 让更远的学生 能够来 我和大家分享这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 大黄巨 让我们已经 被困在这个世界的模式里面 是非常非常难地去改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整个教会行政 教会事工的模式 已经深深地被世界的模式影响 和世界的价值观影响 不要急着去改这一些 但是在我们服事的当儿 在服事的这个旅途当中 神会开一些的路 让我们来试验我们 要不要照他的心意去做 很辛苦 每一年都要找一笔的钱 去支持这个教会 当时 当我们看到那个成果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真的百多人的教会 十年的时间 就是因为当时候 经过祷告之后 顺服了上帝的呼召 才派一个传道人 在那一边 第三 我们侍奉 在教会团队里面侍奉 必须要非常地谦卑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 不可能是单独的侍奉 而单独的侍奉 也不存在圣经里面 上帝从来没有呼召 一个基督徒 你单独的去侍奉 对吗 上帝呼召我们是在 教会的团队里面 一起侍奉上帝 所以我们都要 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侍奉 所以很难免的 有时候会相比 这是人的本性 我们都是喜欢跟人家比 比也没有什么大错特错 比了我输给你 我努力一点 要做得比你更好 但是我们要保持一种 谦卑的心 他好 我努力一点 我做得更好 感谢主 让我们大家一起进步 很好 但是华人教会 华人基督徒 却面对另外一种的现象 我们很多时候 嘴巴谦卑 心不谦卑 对不起我这样讲 我们口说不要了 我不会了 你是做了 你厉害了 你是做了 心里面讲 你找都应该来找我 为什么他牧师到现在才来找我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诚恳地在神面前很谦卑 说弟兄姐妹 你做得很好 不然一起来学习 我常常告诉我 我们教会下个月 下个月十二号要庆祝 二十五周年 这个社交二十五周年 在庆典 所以没有办法都要看历史了 看相片了 我看了这些 我心里有所感触 我说 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 我也没有参与 怎么可以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事工 只有一件的事情 我的会友 很多方面都比我好的 好的几倍 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们 你们在很多方面 其实是差不多每一方面 会有的比牧师好 这是我很真诚跟他们讲的 很可能只有讲台 我说讲台不是你们 讲得不好 只是你们还没有机会 有一天上帝呼召你 给你讲台的话 你可能比我更好 在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 谦卑的那种精神就出现 那么在大家都谦卑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同心的来 服侍上帝 谦卑 有时候 我们把它当变成自卑 不会 谦卑有时候也让我们自傲 我什么都比你好 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 同心事奉的话 真的 我们要学习谦卑 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角色 有些会友来说 牧师啊 你不要叫我床福音 我不会 我说我也不会啊 我也不大会 做个人布道床福音 我可以站在几百个人 面前床福音 但是你叫我个人布道 我也不是很会 我的师母就很会 因为她从学员 背景出来的 她很会 我不大会 但是教会 我们说叫一个环境 提供不同的管道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参与事丰 我常常告诉热灵的弟兄姐妹 这里有很多 我说下一回 你们出去游玩的时候 一日游 不管去 小金将也好 当周失败也好 去哪里 一直留 多好 你一定要 半两的巴士 是非信徒徒 每一个人 都带一个非信徒去 你不会讲 但是总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车里面很会讲 把福音传给她 你不会讲 无所谓 你的生活见证更重要 你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深深地影响到他们 我们做奥发 我不晓得这里 我们做奥发 奥发是 奥发是美国人的工具 但是呢 他学了华人一套 每一次奥发聚会 一定要吃 所以教会里面 有很多弟兄姐妹 很会煮 说你会传福音 他说不会 你煮就是传福音 因为奥发没有吃 就行不成 就不成 所以你帮我煮 煮了之后 我们上奥发课 就有晚餐吃 因为新人就可以留下来 很多时间跟他传福音 有一些很会 就口传的 就跟他传福音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 只要你在团队里面 上任你自己的恩赐 来支持 来鼓励 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服侍上帝 第四 保罗在第五节那边说 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 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 教养 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 也是互相做肢体 我想我不需要讲太多 大家都知道 保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讲到 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到我这种年级的时候 现在我要操练的是我的腿 人家讲 人老腿先摔 所以如果我的腿摔了不能走路 什么都不要谈了 坐在家里了 所以腿很重要 手重要吗 没有手要买特别的电话 有特别的功能 要用这个发音跟他讲话 现在手我可以刷得很快 所以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每一个肢体 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的功能 换一句话说 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 都会影响 整体教会的表现 有人说 哎呀 我这个小人物 我这个小人物 我做不做都无所谓 我表现好不好都无所谓 但是让我告诉大家 你的表现好不好 直接地影响了整个教会 我常常告诉 我的会友 我教会的领袖 他们常常来告诉我 说牧师 哎呀 我这个 小人物了 做不了大事 我说我不跟小人物做事了 我愿的全部是大将 我愿的全部是大将 我愿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 我上帝给他这个恩赐 我厨房 帮我煮午餐的 我说这些都是大将 煮出最好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说我不会 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讲 我们服侍上帝 是自然的必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不做 本身呢 就负面地影响到教会了 对吗 我们身体有几个肢体 这里有医生嘛 你问他一下 几个organ 其中一个organ 其中一个身体的部分 不操作的话 影响到整体了 你不能说无所谓的 我左手把他绑起来 无所谓的了 不可以 所以不要说 你只是来礼拜天 坐在凳子上 让这个凳子不会发霉 那个礼拜再来擦一次 你这样做 你就负面地影响到教会了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 当保罗说 我们是教会的肢体的时候 从两方面你会影响到教会 肯定的 你不做 你做得不好 你没有付出心机去做 你不负起这个责任 你负面地影响了整体教会的表现 你做得积极 你做得最好的 你付出那种的代价 服侍教会 服侍这个事工的时候 一生姐妹们 你就让整体教会 服侍上帝的质量提升了 所以我们应该 以正确的态度 不要再说 我不会侍奉 侍奉跟我没有关系 我有没有侍奉都没有关系 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侍奉本身就影响 教会整体的表现 你没有侍奉 或者你侍奉的不好 就负面地影响了教会 记得这一点 千万以后不要说 有没有我 这个小人物 都无所谓 他牧师手下 全部都是大将 不拿来用是浪费 不走出来 不站起来 服侍上帝 影响了整体 把生坛的表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 在这个地方 接用这一段的经文 和大家分享 和大家鼓励 这样的为大家鼓励 我们要同心 侍奉上帝 第一 我们必须有这个心态 我们必须 侍奉上帝 第二 我们在 灌难当中 在大环境当中 寻求 上帝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 按照上帝的心意 去服侍他 第三 我们要学习 非常谦卑的 在团队里面 来侍奉他 必须 我们是肢体 做和不做 你做得好和不好 都直接地冲击 整体教会的表现 所以当愿神的话 鼓励我们 我们一起的 学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灵我们求你 继续地 向我们说话 当愿今天 我们所听到的 你把它刻在 我们的心榜上 让我们愿意地 在教会团队当中 一起地服侍你 恬求父神 加添力量给你们 加添信心给你们 也祝福你们 让你们所做的一切 能够荣耀神的圣明 高举祂的圣明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 奉告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谢谢大家